教育館 客户乡与雲林館 大比乡交界 一处替出城口里面的机会 小红丸专门专业求求 拆车22人 透霉救灾 在早上加完转打花 没人玩受困受胸 会在团阴欧修高游小红专业会调科调查处理 教育館 客户乡与雲林館 大比乡交界 有一处替陪城口来的专国来联想机会 趁好无缘机会 小红专专专专业 切割机来签出小水山 专业求求 现场是一座铁鱼的古墙仓库在起火燃烧 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前半段火势非常猛烈 那我们总共出动了四个分队的 就是到达现场拯救 目前我们已经把整个火势局限控制住 那为了让这个火势能够尽快地破灭 所以我们也出动了 众力机械怪手来进行开化 让避免这个苦仓继续持续闷烧 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火势整个完成整个扑灭 完成整个任务 在关乡局客户口大纳新港民乡 上学分队以及第二大队10车 总共有22人来劳抑救灾 在早上0.40分完全失灭 没有任何受困受胸 火灾原因 厚热交由相局火调科处理当中 世纪新新闻出民党 客户口乡 蔡文博德 从创办人所上 接下这个五星县长 对我来讲是激动的 激动的不是博德奖 激动的是恭喜嘉义县领成为五星县领 实际上嘉义确实需要更多人肯定 嘉义为台湾T750多年 它就是一个良差 默默地在后面支撑整个台湾的发展 那我想这几年的发展 确实给嘉义人重新恢复了信心 那我们现在六个产业园区同时在发动 那科学园区也在前几天 那整个正式的动土 那我们在智慧科技荣业的部分 我们走得很前面 而且我们很多的青壮龙 投入到荣业的生产和发展 那在环保的部分 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循环在利用 大概是全台湾首创 把废尼网跟废科省整个转化 变成所谓的绿色产品 那在整个所有的观光 那也谢谢 那在疫情期间 那大家也找空旷的地方 特别到嘉义的各个角落 包括山区跟海边里面去游玩 所以我们的观光的发展 也是历史的一个成长 那嘉义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 穷人家的小孩要比别人更努力 所以谢谢 眼尖给我们的鼓励 那我们会更努力 让嘉义可以继续发展 让嘉义的人更有想象力 也让嘉义的容工大限可以实现 谢谢大家 谢谢 勇敢超越 追求更好